郵堂 以前講起郵堂這個地方 就會想起工限林立 但其實這一區已經逐漸轉型 變成一個集商業 住宅、購物和文化於一身的多元化社區 更被形容為九龍版的太古城 在港府大力加持下 郵堂近年出現大變天 成功由昔日的工廠區 搖身一變成為高端商業和住宅區 郵堂亦擁有市區罕有的臨海地段 例如東元街一帶早已規劃成綜合發展區 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前隱維多利亞港和南唐海峽 遠挑對岸的港島東 加上一物商年、寬塘、九龍灣和啟德等 東九龍發展重鎮 再連港島東的質疑蔥 名符其實坐擁香港兩大CBD核心商業優製 郵堂潛力自然巨大 住屋需求亦會旺盛 場實旗下位於郵堂東元街項目率先登場 命名為親海站 本如其名 這裏擁有海岸線獨有的遼闊景致 而率先推出的親海站2 一共提供658伙 實用面積由210方尺起 並主打一房和兩房間隔 同時亦設有特色戶 戶型夠多元化 預料大部份單位都可以享有海景 立即帶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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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海站在有維港美景之餘,出入液化營一步 由樓盤走七分鐘,便到港鐵遊堂站 遊堂站擁有上線優勢,乘搭觀塘線 一程車直達東九龍CBD2、黃角、黃埔等人氣旺地 而乘搭另一條將軍澳線 都是一個站直達港島東的側魚沖 除了鐵路,樓盤所在的東元街 附近亦有多條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來往各區 遊堂鄰近多條主要幹道,交車出入相當方便 不單可經東區海底隧道前往港島 東面亦連接將軍澳至藍田隧道 和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而西面連接中九龍幹線 於前面通車後,由藍田前往啟德 預計車程有繁忙時間15分鐘 大大縮減至3分鐘 親海站貴為市區新盤 喜居飲食當然隨手可得 在遊堂區內就已經有大本營 遊禮商場等,完全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 而想有更多救物的體驗 住客亦可以去到觀塘、九龍灣一帶 以及在將軍澳等的大型商場 逛街、吃飯、看戲一應俱全 如果喜歡特色美食的話 不妨去到鯉魚門三家村海鮮街 一常地道風味 親海站設有住客會所親海號 連同園林面積佔地超過7萬方尺 提供近30項設施 例如戶外遊泳池、健身室和寵物公園等 住戶可以全天後感享受足不出戶的 消閒遊樂體驗 另外,閒時想親親帶自然 樓盤附近都有很多交遊的好去處 當中就包括屬於新手路線的韋奕順敬第三段 書展身心真是相當捨義 至於家長最關心的校網 親海站小學屬於48校網 中學就是觀塘區 國際學校方面 住戶可以花10至15分鐘的車程 去到將軍澳法國國際學校 和香港樂德安達國際學校 東網長警記者陳曉晴報導 中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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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